我們這邊介紹一下它的那個SY軸的透視 就是那個切割 像我們一般喔 老師有看過有比如說像蛋雕有沒有 蛋雕啊 雞蛋那個雕刻啊 雞蛋挖光然後是在裡面在吊吊吊 那我們這個可不可以也很有類似的喔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我在這邊 我從這邊挖一個洞 好 那你要在裡面在雕刻東西 如果要穿透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呢 你看一下喔 我現在讓它先 我把它打穿一下 這個 先打穿 好 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那你要在裡面去做雕刻 就是我們去敲 你覺得好不好敲 不好敲對不對 就是我在裡面這樣很難看到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可以搭配我們左手邊跟右手邊 S軸跟Y軸 我們先從Y軸來 這個 你看 我把它拉動一下 老師有沒有發現在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透視過去了 就是它是不是先把這個放下來 放下來 這個時候呢 我再來這邊 放進來 好 我想要在裡面敲什麼樣的形狀 你就來這裡 一樣 我就切一顆的就好了 一個 有沒有可以在裡面敲的 這樣有沒有覺得比較簡單 好 我在裡面做我想要的東西 有沒有 我在這邊敲 這樣是變得比較簡單 那既然有這邊 當然有另外一邊 所以你看我把另外一邊收回來 有沒有一樣的效果 上面這個是一樣的效果 所以你看我一拉過來 有沒有你這樣子 我要敲上面比較容易 敲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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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做好了 我就再把它拉回來 所以你看我裡面有沒有這樣就有另外一個方式了 那當然你說可不可以用投影的 你覺得呢 老師自己試看看 對不對 給你試一下 你除了用這個敲的也可以用投影的試看看 我已經在做囉 有沒有把文字刻在裡面 對不對 這樣子 外面不管它 好 弄好 一樣再把這個拿掉就好囉 所以這樣我的字就是在裡面了 這樣可以做彩蛋嗎 哈哈 有觀察到的 就有送分這樣 哈哈 開玩笑齁 就是你可以玩的 這樣就更多變化 老實講 平常如果你真的學那個真正3D軟體 你要做這樣還真的很難耶 沒像這個那麼輕鬆 那當然我們這個3D設計 它最大的優點 也是它一個小缺點 因為它不強調什麼 Smooth 它不強調Smooth 所以你會發現它做出來的 你有發現都卡卡卡卡 有沒有 它不是那種很平滑的那一種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特色啦 當然你說你要做很Smooth的 用它 老實說 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它不管怎麼樣 就是會有點 好像我們 在石雕那種感覺 就是 妹妹卡卡 妹妹卡卡 OK OK